那么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出水场景文件之后 我们看到场景中有三个立方体 这三个立方体是建好了一个进行复制的 那么设置好它们之间合适的距离 我们现在使用标准基本底下列表的 Refire插件 找到Refire Open Refire Tool Floater 打开Refire的工具条 在这个工具面板中 我们将当前的这三个物体 加入到Impact Objects里面 场景中选择点击Add 将它加进来 告诉系统要破碎哪些物体 然后我们在Fragmentation的这个面板中 设置破碎类型为 比如说Vonal Uniform 这种碎块设置完了之后 它的碎块效果是比较均匀的 在Iteration复杂度中 我们将碎块设置为20到25之间的碎块数目 点击Fragment Impact Objects 破碎当前的物体 破碎完一个就会显示出一个 大家看这是破碎的效果 画还是比较规则的 OK现在破碎完成 我们将Refire面板关闭 然后我们按下六键 打开粒子视图 在粒子视图中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标准的默认的 BITXX Flow 标准动力学流程 播放动画 粒子现在已经出现动力学的效果 我们现在使用一个BIRTH Stream 一个出声流控制器 替换原始的BIRTH Grid 出声网格控制器 在这里我们设置零针发射 零针结束 总共我们让它出声一个粒子 OK 球体的外形 我们将外形改成80面球 碰撞引擎 我们改成是CBIRTH球 现在我们来播放动画 可以看到一个球体已经出声了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让它出声在 一个出声流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出声流 场景中的标志将它拉起来 拉到一侧 旋转 打开角度不足 将它旋转90度 让它冲向当前的这些 需要破碎的碎块 播放动画 大家看 粒子已经出来了 但是它很快就掉到地上 说明它的速度不够 我们将BIRTH Stream中的控制器选择 将它的Speed调到600 让它速度快一点 再次播放动画 可以看到这一次球体 飞行的速度比较快 下落的效果虽然也比较明显 但是它是过了第三个板才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下落 前面都还可以 OK 关于球体的设置 我们就先做到这里 右键Rename 我们给它改名为球体 OK 然后我们将外形 自旋 动力学引擎 显示 依次点选高量 右键COPY 右键在空白区直接暂停 观察顺序有没有问题 显示引擎自旋 外形没问题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BIRTH GROUP控制器 来失去场景中第一块板产生的碎块 框选所有的第一块板产生的碎块 我们在BIRTH GROUP中将它点击SELECTED 将选择物体加入进来 可以看到碎块已经进来了 总共20块 原始的物体需要隐藏 点击HIDE 将原始物体隐藏 看一下现在播放动画的效果 发现第一块板没有出现 原因就是粒子流没有连接全局的实践 我们把它连上 再来看一下 出现了当前的效果 但是这个板没等到模拟的时候 就自己先炸开了 原因就是我们将外形直接复制的 而每一个外形都是球体 所以它会有问题 这里我们建议大家也不要使用BOX 因为BOX这种方式计算的并不是很准 我们使用突面级外壳 现在再来播放动画 可以发现这个物体并没有产生非常明显的崩飞效果 而是当我球体打到它的之后 才产生了很明显的效果 但是大家仔细观察 在球体过来之前 它还是有一定的自旋和下落 所以我们需要将当前的动力学 看看球体什么时候打到这个板 我们看一下 大约是在第四帧打到这个板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Felix X Switch 放在Word上面 这个动力学开关一定要放在引擎的上方 才能够被引擎认可 那么现在创建好之后 我们将当前的这个Switch进行调节 我们勾选Turn Off Simulation 关闭模拟 然后不要在事件中全部关闭 否则这个事件里就没有动力学效果了 我们点击Interval 在一个时间段内关闭它 并且将结束值改到0到3帧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大家看它还是有轻微的运动 在球体撞到它之前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将Speed自旋控制器直接删除 不要让它有任何的旋转的动法 缩放动法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试一下 如果是0到4帧 可不可以 有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球体 它砸到这个上面的时候 就直接掉下来 我们来看看 当然这个也比较准 还可以 如果要是贴的比较近 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比如说第五帧 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看 没等砸到它掉下来 也就是说 你得给这个球体 跟它一段的时间 来计算这个碰撞的效果 不要两者交叉了之后 再进行装装设置 大家看这样就没问题 OK 我们现在将第二个事件 选择名称 我们给它重命名 第一块板 OK 我们现在将这个事件 全部选择copy 粘贴过来 连接 过到第0帧 速度快一点 我们失去第二块板 将第一块板直接remove 选择移除掉 然后我们找到第二块板 框选 将它加入进来 点击selected 隐藏原始的 同时 我们看到第二块板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 大家看一下 第六帧 OK 我们现在就可以将 它改成0到 比如说先设到0到6帧 关闭模型 看行不行 没问题 球体打碎了第二块板 我们看看它几帧 到了第三块板 注意第九帧 我们先设一下第九帧 看来有没有这种 碰到之后掉下来的可能 我们将它先进行改名 我们给它rename一下 改成第二块板 001就不要了 直接再次进行粘贴 这里我们先将它删除掉 然后 找到第三块板 框选 注意这里就容易选上例子系统 按住out的键 取消 这样只有板被选择 我们将板加进来 selected 隐藏原始 并且将它的开关给到9 同时与全局实践 进行连接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没问题 这样的话 三块板就都被我的球体 给打碎了 好 我们让球体的颜色 不要跟这些板 或者玻璃的颜色一样 我们给它调个黄色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大家看 整个这个效果就完成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使用了 FITX X SWITCH 动力学的开关 并且设置了多个物体 多组粒子 与单组粒子 进行同转 而且这多组粒子 由于使用了同一个引擎 它们之间也会产生相互的功能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OK 好 那么关于这个案例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至于有的读者 如果想要知道 怎么去宣出来这种效果 宣传出来这种效果 那那是玻璃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需要让玻璃看见 碎裂的这个纹路 打到之后再碎裂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 配套教材中 对这个 小球打玻璃案例的讲解 我们这里只是一个 支持点的扩展 OK 那么关于这个案例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